在岩石的缝隙中 一只色彩斑斓的雀尾螳螂虾正潜伏着 它身披暗绿色的盔甲 头胸之间呈现橘黄色 边缘还有着蜂巢式的白色纹路 一只螃蟹从岩石前路过 忽然岩石缝里的雀尾螳螂虾出击了 只听见一声炸响 一双好像戴着拳击手套的前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敲在螃蟹身上 好在螃蟹一直将蟹前护在身前 挡住了雀尾螳螂虾的拳头 但螃蟹也不好过 它挡住拳头的那只蟹前 已经被硬生生从中间砸断了 螃蟹在留下一只钳子之后匆匆逃跑 而雀尾螳螂虾也见好就收 拖着半个蟹前就钻回了石缝之间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雀尾螳螂虾有着一身色彩艳丽的外壳 有蓝绿红等多种色调 独特的尾部与孔雀的尾羽十分相似 因此会被一些人当作宠物饲养 不过雀尾螳螂虾虽然漂亮 但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却是它威力无穷的一对铁拳 雀尾螳螂虾的个体并不大 只有3到18厘米 最大也不超过一个成年人的手掌 如此娇小的身躯 雀尾螂虾却能在2毫秒间 打出60公斤的拳头 雀尾螂虾出拳的最高时速 超过80千米每时 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小汽车 加速度相当于一枚出唐的 0.22口径子弹 力量相当于它们自身重量的 2600倍 而目前公认的人类反应速度 极限在100毫秒 只有借助高速摄影机 我们才能看见 雀尾螂虾出拳的瞬间 而且雀尾螂虾的拳头 在打出去半毫秒后 还会在拳头前面产生一个气泡 可别小看这个气泡 它是螳螂虾挥拳时 被推开的高速的水流 使水压急速降低 令部分海水被气化以后形成的 这种现象被称为气学现象 往往出现在船只的螺旋桨上 这些小小的气泡 在破裂的瞬间 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能够将钢铁的螺旋桨 炸出一个个小洞 气学现象产生的气泡 会在极短时间内破裂 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同时产生光雨热 那一瞬间的温度 足以达到6700多摄氏度 约等于太阳表面的温度 雀尾螂虾以此挥拳 能够带来两次攻击 即使没能用拳头打中猎物 后续产生的气学现象 也会给猎物造成伤害 以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雀尾螂虾就好像一个 隔空商人的武林高手 被雀尾螂虾的拳头击中 不光是螃蟹这类的 甲壳动物顶不住 甚至连普通鱼缸的玻璃 也顶不住 所以也有一句话说 想养雀尾螂虾 首先得准备一个防弹的鱼缸 如此厉害的拳头 难怪被叫做海底拳王 雀尾螂虾能打出60公斤的拳头 因出卷产生的气泡 在破裂时 其温度可以比你太阳表面 这个结论听起来非常的夸张 如果真有那么高的温度 螳螂虾不早就把自己煮熟了吗 其实 这里的温度 是气泡破裂瞬间的极限温度 温度并不等于热量 气泡本身的能量并不高 而且破裂的时间极短 这温度也不能维持太久 再加上周围都是海水 气血现象产生的热量 传导到海水上 也不会让海水温度 一下上升到沸点 自然不会伤害到螳螂虾自身 那么 一拳60公斤 却为螳螂虾 为什么没被自己的拳头反振而死呢 原因就在于 它拳头的特殊结构 它的拳头能在高强度的 敲击5万次之后才损坏 在拳头最外层 拥有着坚硬的外壳 其构成中含有 类似骨骼的高浓度矿物质成分 但仅仅是硬是不够的 为了不伤到自己 螳螂虾还必须减少 拳头攻击时的反振 在雀尾螳螂虾的拳头内部 分为两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 分布着螺旋状的纤维物质 可以增加缓冲力 来减缓振动 吸收能量 就像是拳击手的手套一样 而第二个区域 被称为条纹区 这个区域高度整齐地 排列着纤维物质 这就像拳击手们 会往手上缠绷带一样 这一部分的作用 不是吸收能量 而是保护自己 通过压紧骨骼 防止出现断裂 这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 就将出拳时产生的反振伤害 降到了最低 但即便如此 雀尾螳螂虾 也不可能完全无视 出拳造成的损伤 毕竟气血现象 连钢铁螺旋桨 都能炸出密密麻麻的小坑 那怎么办呢 雀尾螳螂虾 还有一个办法 退皮 雀尾螳螂虾的拳头 敲接的极限是5万次 但它不会等自己的拳头 真的完全损坏 大约每三个月 它就会进行一次退皮 进行补偿 退皮期间 是它最脆弱的时间 但螳螂虾 还是和以前一样 充满攻击性 好像它的骄傲 不允许它退缩 毕竟就连刚出生9天的 小雀尾螳螂虾 都能靠自己的拳头 捕食小鱼小虾 而等到新生的壳变硬以后 螳螂虾就又变回了 曾经的海底拳王 雀尾螂虾的眼睛非常特别 拥有全世界动物中 最为复杂的视觉系统 能够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世界 雀尾螂虾 有着和苍蝇一样的敷眼 眼睛下长有眼顶 因此可以独立转动 看向不同的地方 而它眼中还有着黑色的小孔 其实就相当于人类的瞳孔 不过这样的瞳孔 雀尾螂虾拥有6个 在雀尾螂虾的敷眼中 拥有三层感光细胞 能够对不同波长的光 做出反应 人类的光感受器 实际上只有红绿蓝三种 通过这三种颜色的不同比例搭配 才看到我们现在眼中的世界 所以这三种颜色 也被叫做光学三原色 但雀尾螂虾 却拥有足足16种 不同的光感受器 其中9种用来看可见光 3种用来看紫外光 剩下用来看红外光 而且雀尾螂虾的感光细胞 还能独立地处理信息 这意味着他能同时看见紫外光和红外光 在人类看来西黑一片的世界 在雀尾螂虾看来可能就是另一种模样 螂虾所看见的世界的色彩 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永远也无法想象 雀尾螂虾的假科结构和特殊的视觉结构 也给了科学家们许多启示 它的假科结构轻盈又坚固 而且充满韧性 其综合性能甚至超过很多坚硬的人工陶瓷 对于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意义 而通过雀尾螂虾眼睛结构的研究 已经发明出能够感知红绿蓝 和三种近红外光的传感器 对于医疗行业起到了巨大作用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